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日大家应该有一个新闻 听到有只股票跌了九成 那这股票为什么会跌九成呢 就是跟我这里的这个有关系 因为在网上有人冒充我 接着就建议人去买股 其中一只就是今天跌九成的那只 这个跌九成呢 迟早一定会是这样的了 因为他会建议人齐齐入货 他就出货嘛 齐齐齐入货了 那为什么不跌呢 所以如果是有朋友 他是因为听过有石镜泉说是买股 而你又看到我这里的 那你就可以希望可以走过了 这个就是昨天那里的一跌 又然你没有看过我的 那即时你都不知道石镜泉是谁 那你买哪样东西就立刻下跪干了 假如你真正在这里是受到损害的 你有两个途径可以去追索 一去报警 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商业的诈骗 第二 你要向证监署投诉 因为这个也都牵涉到 可能有些不正当的 股票的操作行为 那我只要再讲了 就是大家可以向两个途径来投诉 一 报案 二 是向证监上举报 那我这里呢 一旦有了之后呢 我就一直登在这里 因为他未曾去到见到 又真真正正很大规模的行动 所以我已经很难去讲 怎样做什么 现在或者会有一批苦主出来 那苦主就应该是报案 或者去找证监 那这里今天呢 就这样是讲这里 我登这个声明出来 是一路希望 等到如果有这些事件发生之后 这个声明就可以不用登了 因为真真正的人被人害了 害人的人始终就已经很清楚知道 是 你害了人 不过是有首尾的 那 很多谢大家去留意 第二件事 那就到到要讲股票了 恒生指数期货 我们未讲之前 今天这个是这个 是去讲的时间中 都是找得到 他一直都是讲起这里 是有一个这样的 又不是很升 又不是很跌的情况 那到今天 就觉得比较是清楚一点 就是今天是有点微少少下调 真的还不是很厉害的 因为今天是期主结算 期主结算完之后 还可能要等到下个星期一 等到其他事情都搞定之后 12月就会见真章 始终记住 我始终认为 如果有一天是跌破了26,500点的话 那就会进行深一点的调整 但是深一点的调整 可能未必一定有下调整 即是死了火的 即是股灾的 不是 可能它落到这些位置 26,000 或者25,000 就可能再要反升去上升 那我会觉得 这个是恒生指数 由于有到A股的加持的关系 去到明年或者12月 是有机会是望上升的 上升幅度 很多人都说 今时才说 都望是27,000多 那我就会看是29,000多 29,000多 完了之后将会怎样呢 我还讲回以前 很多很多年前的那句 32,000 32,000 38,000 所以今次的下调来了之后 大家需要考虑有哪些股票去买 你们的是强积金 很多朋友强积金 因为我已经退休了 不需要强积金了 很多朋友强积金 由这几天开始 就可以增加到有A股股票的成分 即是说A股是将会 納入了一个被可以投资的强积金 是被投资的范畴 而这个大家也找得到 是会应该要对A股的走势 多一点留意 因为始终 中国方面 现在股票的资金 是四方来汇 起这点 未来的几年 A股是可以有一个很强劲的上升 亦都将会带动到 是一个港股很强劲的上升 升多少年 我自己强人觉得说 有机会是升三至五年 如果未来的真真正正 三至五年的升浪是开始 而你赚不到钱的话 那就很对不起了 你要等下一个周期 或者要等你下一个青春期 那就是说得逐些 就是再投胎做人 因为我们已经这么老了 如果还错过这些机会去投资的话 那从哪里找到强劳退休金呢? 今天有些朋友问股票的 我会将股票集合在一起 你要作为一个整体的推介 或者是评论 当然了 我的看法不是一定正确的 投资是需要自己的思考 独立思考 亦都加上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的转变 这些什么我只可以是尽我能力 我没有骗你就算了 首先我们要讲讲就是三桶油 很多人认为三桶油呢 就是说有上油有下油有中油有什么油 什么油什么油 没有的不要这么想 那三桶油根本全部都是一个军工单位 全部所有石油化工部的人都是由 第一如果有石油化工部 就加上这个化工部的人 如果没有化工这两个字 只是石油的 就一定是以前解甲归田 解放战争之后 他们这个是不需要再打仗 不需要当兵的射了下来的军人 无论你是现在这样的 新疆玉门油田 和大庆油田 和华北的其他很多等等的油田 都是由解放军来开彩的 不过特朗普是很清楚知道的 他们永远不会追随 这些是中国石油 中海油 中什么油的油 因为你制裁他不让他做生意 即是你不用他要买美国的油 美国的油 如果现在你不卖给中国 卖给谁呢 全世界要有最多的国家 其中一个就是中国 或者美国是最其中之一个 绝对那个 你说要制裁他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方面大家也不需要担心 他就算是拿着枪去油田那里 美国也不会制裁他们 其他公司就不同了 现在所有的石油公司里面 最主要他要做 又要留意什么呢 就是一定是管道 现在中国 中石油是持有很多中国的管道 因为他们解放军出身 他有很多工兵 基本上是开管道 这个管道就是收回来 是一定是绝对的收益 当然这个可能会一次性 那无论如何都好 所以这个就是中石油 来来去去 你说什么油 物油都好 一由上油 又是中油 又是下油都好 始终的价格 那边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可以真正的开彩的话 觉得开彩的是可燕兵 那时候中国海洋石油 就真的发达了 因为他们将会是 这个可燕兵 那个长量是可以据说 是由这个以 汉武帝至现在都用得光 都用不光 对不起 是用不光 所以长量之风 是不说得少 什么时候可以商业开彩 不知道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条件 可以作商业开彩 有 其实我们现在 已经有些是 这个油管 是由南海油田那里 香港我说 是背过来 这个香港这边 是被煤车公司 被电力公司 他们应用的 因此 在这点里面 我们会看到石油 不要只是看它一个 各词是独立分割 他们每人都会有油站 他们每人都会有 这个做下油的产品 每人都会走这个 等等很多样东西做上油的产品 因为这个以前 关于中国的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企业国企里面的结构性问题 一定是自己 是自己整个系统去做的 即使说 好像解放军那样 它的原子笔 不是外面买的 是由自己的 是军方单位自己制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时之中 全部要是中央计划经济 你每次都等别人分给你 那就真正用手指咬出血 所以当时是真真正正解放军 是自己买机器 自己做原子笔的 很搞笑 又要做枪炮 又要做原子笔 真是文武相传 这个不是假的 因为我有朋友 是真正买过做原子笔的机器 给解放军单位 因为这个是以前 一直系统下来 有一个历史遗留的包袱 因此如果你说 用这些西方的观点 去看回中海油 中石油 中石化 他们的分工的话 真是只不过就是 看一下 好像切橙那样 一边切得大一点 有边切得大一点 少一点 就是这么多 而绝对不是说 一个橙 一个苹果的问题 逐点来看 中石油化工股份 基本上 它是会反复上升的 去到日线图方面来说 已经升了这么久 基本上 是需要有些调整 因此 它基本上反复趋上 不过 现在短期阻力 这3.9都会有的 中石油股份 你看到它 基本上 去到这里 仍是上升 未完的 在周线图上面 不日线图上面 就见到已经上升佛力 是需要有少少整固 因此整固之后 你就需要 可以起两个四度吸纳 吸纳完之后再升 这个是一个周线图 和日线图上面的分别 中国海洋石油 你看到它 已经升到了 去到周线图上面 升到保力加通道的 是上轴那里 在这点 没法止 一定是要做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调整 因此你看到日线图方面 它也是出现要调整 就是在现水平要整固 估计它跌多少少 需要8.2左右 可以考虑一下 吸纳一下 好了 接着有朋友就问港交所 港交所已经经过了 一个多月内 不生不死 是打横 那怎么看呢 第一 港交所的市盈率 现在市盈率 51 未来估计市盈率 40 这个没有法止 始终 这只 是一只 将会是一个 很发展得很快的股票 在这点 它是需要有个条件 在这 这个 是周线一年的图 这个是日线六个月 日线两个月 有朋友会问 他会怎样 我估计他们 需要在这个水位 整股一下 短期可能会跌少少 所以有个朋友要留意 也有朋友问 中国平安和中国人寿 怎样看 中国平安 在周线图上面 它已经升穿了 保利加通道的是上轴 这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 所以日线图上面 它还可以继续上去 不过问题 由于它已经去到这里 是需要真正整股一下 可能是需要 是回调了一点 但是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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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國人壽貼著普利加通道的宗族 正在倒下來 因此在短期買破來說 肯定是中國平安是好過中國人壽 長遠來說也不一定是如此 因為那兩隻股票都是各有各的不同的特點 中國人壽持A股是比較多 而未來的起這個明年的話 它在A股上面賺錢的能力所謂的表現 反之可能會比平保更多 平保是較多搞金融科技的東西 而中國人壽始終是一個很 中中的、實實的 只會拿著一些A股的股票 比較少玩財技的東西 有朋友問這個叫做填池水墓 在這個周線圖上面是表現得比較好的 一直保持著在上面升 日線圖亦都見得走勢凌厲 但是去到某個階段之後 你一見到它 在這裏是需要有些可能調整的可能性 如果真令遇到的話 就可能需要起過 如果跌穿了過百 就要開始想想要走貨 之後就問它上去 網易是一個在香港上市沒有多久的股票 周線圖上面 你看到它在這點上下限包陷了 在兩個星期內走光了 是天花板與地板的價格 因此在日線圖上面 它應該是已經走來之後 是應該慢慢去摸底 希望它就不要摸到底 只是摸到中軸 這樣就可以再彈上去 這樣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總之你如果跌穿了140 你的中軸位 就可能需要先走貨 以拆安全 有朋友也問中電 中電曾經一度是很多人的 是外股 不過你現在是看得到的 中電整體來說 周線圖上面 保利加通道裡面 它一直下跌下來的中軸線 而一個波幅是收窄 代表炒野人越來越少 不過炒野人越來越少的話 也會有一點要想的 就少到最拉尾會爆回頭 在這裏看著這裏 在這裏的成交是很多很多 即75元是一個多大的阻力 7576元是多大的阻力 是需要留意 現在它下跌下來的中軸 如果它能夠跌穿了73元的話 我估計就需要先想想去走走 因為它可能再下跌 可能是72元、71元 它又不會跌很多 因為始終還有一個有色派 不過去到明年年中 就另想了 有一隻股票叫做通達 是698元 是698元 這比較冷門的股票 不過有讀者問到 就儘管回答 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大家看看 記住 有朋友會問 我們怎樣去看保利加通道 就以這一張來再看看 保利加通道有一件事 它到了天花板之後 它下床板 接著下地板 接著它上床板 接著它上床板 看看它是否爬到上床睡 爬到它下地板 在這裏下地板的時候 它接著就是少了人去炒它 你看看成交也是少了 成交少了之後 那當然就是波幅會少了 留意了 最近成交好像多一點 上一上去 因此考慮 通達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 可能會是再升上去 因為成交是多了少少 再歧視了 這裏是一個很雜幅的東西 就像這裏這樣 這裏一吹就吹了上去 跌下來 再跟上來 再跟下去 所以保利加通道其實是很好看的 亦給很多朋友來說是很容易看的 就是因為它會出現一個 收窄 代破 代破的時候看它是上哪邊 首先上破一定有成交支持 所以在這裏上破了 下到這裏又一定有成交支持 為甚麼 出貨 趕趕急急出貨 所以這裏有成交支持 一出了之後這裏又去到見底 即使大家想 這個將會是一個可能的第二步 就可以慢慢打橫下 至於它有沒有再第二春 或者再次上升 或者再次的死亡 就要看看之後這裏中族線 這裏中族線 這裏一路是看到的 是這個向下下 因此它是會有些是股價受壓 不過它這裏開始這樣向上 即使大家要留心它會上升 這就是日線圖方面 日線圖方面未見到它 就真真正上升了 這個短期一點的是兩個月 所以保利亞通道是很容易看的東西 我們遲少少找一個時間 主要講講保利亞通道的應用等等 另外一隻是中國軟件 中國軟件你看到它整體是比較良好的走勢 在周線圖上面 路上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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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穿了保利亞通道的上軸 上軸之後就看到日線圖上面是彎了下來 然後再跟著這裏還會突然間上升上去 去到這裏的時之中 我就覺得似乎它在這裏 動作了打橫走再衝上去 在今天這樣 就應該屬於一個整固形態的開始 所以應該要大家要記住 它可能會開始做一個整固的 有朋友問中安在線 升穿了下來之後 見得到了 它是慢慢地咬下來 在周線圖上面它還未走出一個困境 日線圖上面也一直如是跌下來 如果有貨的應該盡量考慮一下 先出貨 看看會不會遲些就可以賣回 再講一段 最近有股票是跌了九成 可能有些朋友是受損失 那這個股票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這樣的 是模仿的網站裏面 它是有介紹過的 因此如果有受損失的朋友 你可以有兩個途徑 一 去報警 二 去報給證監處 很多謝大家